片场戏剧,赵露丝与陈伟霆的激烈争吵幕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热门剧集Love's Ambition的片场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火热, 因为一段记录了两位主演赵露丝和陈伟霆激烈争吵的视频突然曝光。 这场紧张的对话不仅引发了粉丝们的好奇, 还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股热潮,引发了关于幕后的种种猜测。 这究竟只是简单的戏中情节,还是还有什么未被揭开的秘密? 赵露丝与陈伟霆即将结束Love's Ambition, 他的十月行程会有重大变动吗? 电视剧Love's Ambition即将迎来大结局, 粉丝们对赵露丝接下来的职业发展感到好奇。 据近期的消息,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将在十月迎来一次重大的行程调整, 预示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新阶段。 赵露丝会继续挑战更成熟、更深刻的角色, 还是会探索新的领域,以巩固她在娱乐圈的地位。 赵露丝与陈伟霆的争吵场面揭示了什么? 幕后的真相让粉丝们充满好奇。 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拍摄片段, 赵露丝与陈伟霆之间的争吵视频, 在粉丝圈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他们在每一句台词中的真实性以及所展现出的强烈情感, 让观众不禁产生疑问,这是否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冲突, 还是两位演员精湛的演技。 所有的疑问只会进一步增加剧集的吸引力, 让观众无法移开视线。 赵露丝的转型之路, 从偶像剧角色到Love's Ambition中的成熟演绎, 看看她接下来会准备什么。 赵露丝早已证明她不仅仅是一个以甜美可爱形象著称的偶像。 在Love's Ambition中, 她展现了在表演上的巨大成长, 将角色带入了新的情感深度。 这被视为她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粉丝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赵露丝是否会继续挑战更复杂的角色, 或者在她的艺术旅程中探索新的方向。 陈伟霆与赵露丝荧幕上的强大组合, 以及让粉丝无法移开的现实生活中的趣味时刻。 不仅仅是在荧幕上, 在现实生活中, 陈伟霆与赵露丝的互动也让粉丝们无法移开视线。 他们之间的默契和自然的亲密感, 不仅让Love's Ambition更加生动, 也让观众更加喜爱这一对荧幕情侣。 粉丝们正热切期待, 看看在这部剧之后, 他们是否会在新的项目中继续合作。 结论, 赵露丝与陈伟霆在Love's Ambition中的激烈争吵, 场面背后的秘密, 正在成为粉丝们无法忽视的热门话题。 随着关于赵露丝形成变动的消息, 以及这对荧幕情侣之间趣味互动的曝光, 观众肯定不会错过这部剧集及其后续发展。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剧将带来的更多惊喜和戏剧性瞬间。 达破拘境一记录。 迪丽热巴登时尚八杀九月刊封面, 上线一小时破万。 帮你速读文章内容。 迪丽热巴新剧杀青, 与拘境一竞争顶流。 他登时尚八杀封面经验全网, 20分钟授庆20万本, 证明人气依旧。 迪丽热巴出演多部热门剧, 与多位大咖合作, 事业尽头强劲。 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 有用。 迪丽热巴新剧杀青, 与拘境一竞争顶流之位。 他登时尚八杀封面经验全网, 20分钟卖20万本, 销售额破800万, 证明人气依旧无人能敌。 事业静敌或以从养子转为拘境一。 年轻演员迪丽热巴, 以时尚八杀九月刊的封面出现, 一位美丽而摩登的女子主持, 散发着璀璨光芒, 自信和从容。 她的美丽和梦幻的时尚故事引领了时尚潮流, 她无谓地穿越时光的长河, 开启她真正值得一游的黄金时代, 期盼她有更多的时尚表演能为人们所见。 迪丽热巴, 全名迪丽热巴, 迪丽穆拉提, 是于1992年6月3日,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出生的女演员, 她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毕业, 现为国内著名的影视女艺人。 2013年, 迪丽热巴通过在她的第一部 个人电视剧《阿纳尔罕》出演角色而步入演艺圈。 在2014年, 主要出演了奇幻电视剧《逆光之恋》。 在2015年, 凭着情节剧《克拉恋人》取得了高度的人气, 并赢得了国剧盛典的最受欢迎新手女演员奖项。 迪丽热巴曾与赵又婷和 杨幂共同出演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她的主演是吴磊主演的长歌行, 并与杨并合作了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 这些共同的合作使得她的作品成为了一部备受追捧的电视剧。 她与在新洛宁城堂中由陈兴旭领衔主演的全新奇幻电视剧《萧起青壤》 已经完成了所有拍摄工作。 月底,她将与陈飞宇合作, 在点燃我、温暖你中共同开拍谷装芯片目虚词。 迪丽热巴再次打破记录, 这次是凭借她在时尚八杀九月刊的封面照, 成功引爆全网,刷新了居静依此前创下的记录。 近上线一小时,销售额就已经突破了万元, 足以证明她的超高人气和在时尚界的强大影响力。 这一成绩不仅代表了迪丽热巴个人魅力的巨大吸引力, 更象征了她作为顶流明星在娱乐圈中不可动摇的地位。 近年来,迪丽热巴凭借出色的演技和迷人的外貌在影视圈中迅速崛起。 她与多位大咖合作,出演了多部热门剧集,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凤九道 你是我的荣耀中的乔晶晶,迪丽热巴每一次的角色塑造都深入人心, 成为观众心中的经典形象。 她不仅在电视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 还在电影、综艺等多个领域展现了她的多面才华。 然而,迪丽热巴并未止步于此。 在时尚界,她同样是一颗耀眼的明星。 此次登上时尚八杀的九月刊封面, 再次验证了她的时尚号召力。 作为时尚界的宠儿, 她的每一次亮相都能掀起一股热潮, 成为无数粉丝追捧的对象。 九月刊被誉为金九, 对每一位明星来说, 能够登上这一刊的封面无疑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迪丽热巴不仅达成了这一目标, 更是在短时间内创造了惊人的销售记录, 这不仅体现了她在粉丝中的号召力, 更凸显了她在时尚界的强大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 迪丽热巴此次的成功也引发了与居静一之间的顶流竞争之说。 居静一作为另一位在娱乐圈展露头角的年轻演员, 也同样拥有着庞大的粉丝基础和超高的人气。 她以清心甜美的形象, 俘获了众多观众的心, 并在时尚界也有着不俗的表现。 两人之间的较量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当前娱乐圈中年轻演员之间的激烈竞争。 然而,迪丽热巴凭借此次封面的惊艳表现, 显然在这场较量中占据了上风。 她不仅在销量上遥遥领先, 更是在时尚表现力上展现了独特的个人魅力和风格, 令无数人为之惊叹。 迪丽热巴此次的成功也离不开, 她在影视圈中的不断努力和突破。 从最初的默默无闻到如今的炙手可热, 迪丽热巴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她并未因为早期的成功而止步步前, 反而不断挑战自我, 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拓宽自己的演绎道路。 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凝聚了她的心血和努力, 也正因为如此, 她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成为顶流明星。 除了在演艺事业上的不懈努力, 迪丽热巴在时尚领域的成功也与她自身的独特气质和出众的外貌密不可分。 她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引起广泛关注, 她的时尚选择也总能引领潮流。 无论是红毯上的优雅造型, 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随性穿搭, 迪丽热巴总能以她独特的风格诠释时尚, 成为无数人效仿的对象。 迪丽热巴此次登上时尚八杀九月刊封面, 既是对她时尚表现力的肯定, 也是她在时尚界地位的再次巩固。 她的成功不仅是个人的荣耀, 更是对所有努力付出的年轻演员的一种激励。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 只要坚持不懈,努力奋斗, 就一定能够在自己热爱的领域中取得成就。 展望未来, 迪丽热巴的事业无疑会迎来更多的辉煌。 她的每一次出场都充满了无限可能, 每一次尝试都可能创造新的奇迹。 作为一名年轻且有实力的演员, 她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机遇。 无论是在演艺圈还是在时尚界, 迪丽热巴都将在属于她的舞台上, 继续发光发热,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惊喜的亮相。 她的故事还在继续, 而我们也将继续期待着她带来的更多惊喜和感动。 迪丽热巴选择保持低调后, 立刻引人注目。 119日, 她被选入时尚巴沙中国版的9月刊, 这已经证明着不仅仅是她三次出现在该杂志上, 更是被誉为金九刊的一次重要事件, 她是9号版杂志中首位, 获得90分的成员, 这足以说明她在该杂志中的重要地位。